四月十五日下午 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第十三届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 其首届网络电影评选活动颁奖典礼 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著名导演顾长卫亲临现场担任颁奖嘉宾 似乎是很不情愿呀 谢谢忽悠我 我就开始读了 首届网络电影作品竞争非常激烈 最终筷子兄弟 2012年新作父亲之妇女片 如获最佳网络电影奖 本届大学生电影节黄金使者 个性电影导演宁浩 尽管未能出席 还是通过VCR向获奖者颁奖 本次颁奖典礼 一共颁发了六个原创影片 竞赛单元共三十九个奖项 优况领导还给获得 最具网络人气的巨型短片 动画短片和创意短片的获奖者 送上了未来一年内提供的 创作项目的赞助基金 实力拍歌手张恋颖 以WWF明星志愿者的身份 现身颁奖典礼现场 为爱地球环保单元颁奖 并献歌一首 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每一天 春夜夜 是春夜夜 这一切 风吹过 光的天 噐 飘古不定的感觉 发生 冲cuss ош 因为我相信 海豚公主张脸颖现场也透露 自己偶尔也会玩玩手机视频 偶尔拍一些视频可能是觉得生活当中 很很有意思的事情 也可以是有意义 可能没有限定它的题材内容 因为我觉得所有人他对于生活的激情 完全都是来自于点点滴滴地发生的一些小的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都会给自己带来灵感 带来情绪感受 只是希望说更多的是一些阳光的好的感受 并且可以把这些感受跟大家来分享 说到用手机记录身边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时 张脸颖说他自己拍的最多的最有意思的 就是发生在他自己家里的怪异事情 是我们家的小动物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 我们家养了目前家里有两只狗狗 然后其中一只狗狗 它的声音不大像狗的声音 然后经常感觉它想要讲话 所以特别是今天出门之前 然后它又在发出一种声音 然后化妆师都讲说 它是想要讲人话吗 我说可是我不知道它讲什么 但这个没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待会你听我们家鹦鹉 它绝对不会讲鸟话 它讲的都是狗的语言 因为我们家鸟一直在家里都是汪汪的叫 因为家里经常狗狗叫的时候 它就会学它的叫声 所以会视频拍下来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像家里因为还有兔子 兔子跟我们家狗狗亲吻的时候 我也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 我觉得都蛮好玩的 当记者问及她是否会去拍电影时 张烈颖还是不太自弃 我可能没有想过拍 因为因为我一直也跟大家讲说 我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看到镜头我都会紧张 专注在音乐上的张烈颖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在歌坛发展下去 在音乐上要带给大家 更多听感上的滔梯声音